大家好 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繼續帶給大家圓神4.8 旁白的助角加正文的尾三任務攻略神預祝圖案連線回溯真相 啊 是 任務接取題點的話是 在這個位置 之前的話你坐車你會經過他這裡 然後來這邊找齊樑樑對話就可以接取了 好這段路旋就會一直跟著齊樑樑慢慢往前走就行了 那這一段我先加速跳過 好這邊的話跟著齊樑樑往前走啊 好這邊對話畫出小地圖下方 然後這邊有個洞啊 然後這邊有個洞啊 從這個洞進來 好往裡走 好這邊進不去 這裡要等他說話說完很長一段啊 然後這邊門它會開你自己等一下 好我這邊進來 好進來之後呢先往前走 然後在這裡 有一個閱讀 然後我們來閱讀一下 好這邊閱讀完了之後呢 它會巴拉巴拉講一大堆啊 然後這裡的話會有些椅子 你想坐可以坐一下 前面這個椅子 坐完之後你會被澆水粘住啊 好這邊上來這裡有個發條 然後你可以用力拔 它會有劇情啊 這邊的話我們來打一下啊 然後就可以拔起了 它會有一個段 的提示 接著來和他們對話 好接著這邊段話之後呢 來把怪清一下 那我這邊段話之後呢 來這裡操作啊 把這個發條給它放上去 接著我們打一下這個發條 然後把它轉到頂 轉轉轉轉轉 好給它轉到頂 把這邊的柱子全部打上來了之後呢 我們要按照這個圖案 然後連線 這樣子 連上來 然後我們首先前面這個位置 再讓左側這個位置 按下T-拉過來 來到右邊 按下拉過來 然後左上角 拉過來 按下T- 然後 左邊 按下T- 這就開了啊 好然後這裡的話會有寶箱 這寶箱我們開一下 這是個任務必拿的寶箱啊 你不開的話任務過不了 好接著我們打開地圖 然後傳送到上方這個 傳送錨點 傳過來 這邊的話跟著任務指引走啊 好這裡不小心拿到一個優勒片段啊不小心碰到 然後來左側這裡 來NPC對話 好這邊的話我們來右邊這裡點一下操作啊 給它 柱子給它放上去 然後我們還是 然後我們還是蒲公先把它升上去 好這邊升上去之後呢根據這個提示然後打成這樣的一個形狀 然後我們先來到這個 前方嘴 來右邊這邊 按下T鍵 連過來 然後 再來到右邊 連到這裡 然後再 往左邊來一下 連下來 然後再往下連一下 這個的話是不用連的 好這裡有個任務必拿的寶箱來開一下 後面的話也有一些箱子但是它不是任務必拿的啊 好這邊上個寶箱想開也可以直接開了 到時候回頭也是要重新拿一次的 這個傳送錨點 這個看清楚 傳過來 好裸體之後呢 連任務卻中啊 地圖左下角 小地圖左邊 跟著任務直行走啊 好的這邊怪裝的我們要繞過前面的這個衛柄啊 我們從左側這邊 繞過來 繞過前面的這個衛柄 然後從左邊接著往上爬 別被他們發現了 然後從這邊繞過來 然後進來 好還是一樣的 把這個鑰匙插上去 然後先把它伸上來 好這邊打鑽上來之後呢你把周圍的這些 啊 箱子全部打了 打了之後我們來站在這個位置 站在這個旗子點這裡 然後 左上角這邊 對這個位置連過來 然後來到上面這邊連過來 然後來到這邊 然後來到這邊 有柱子這裡連過來 然後在左邊這裡連過來 好這樣的一個形狀 它就開了 剛好對應的是這樣的一個形狀 看到沒有 對應的 好這個也是個任務必拿的寶箱 拿一下 好這邊的話我們來跟著任務指引啊 拿的是箱子這裡 從這邊走上來 然後往上爬 爬 爬上來 然後從這邊 跟著任務指引 然後從這邊跳下來 好的 好這邊追上來的時候呢 趕緊跑啊 趕緊跑 然後也要注意走位啊 別碰到地上的澆水了 也稍微可以走慢一點 好往前走 好這個位置 這裡的話 按下F 魔線飛行 然後再在前面這邊 站一下F 魔線飛行 好這邊對應的話之後呢 我們要把時間調到第二天的18點 調一下時間 第二天的18點 好這邊調完時間之後呢 來跟著任務指引走就行了啊 跟著任務提示走 走過來 往前邊這邊我們左轉 好這邊走下來 好這邊的話我們要轉動這個發條底座回溯真相 我們打一下 然後讓他自動回溯就行了 接著他這邊轉到頂卡住之後呢 你就不用動它了 你就讓他自動回溯就行了 他會自動播放 畫面然後你就觀看就行了 不需要進行任何操作 然後就會進入下一階段 這邊的話大概就是打一下 然後讓他打到停為止 然後讓他自動放播放就行了 應該就可以 下一輪了然後來到左側 這邊的話是有些 這個 線索拿一下 然後地圖右下角 過來 和NPC對話 然後小地圖上方 來和NPC對話 好對完畫之後呢 小地圖右邊 來對話 好這邊對完畫之後呢 在我們的小地圖下方這邊 這裡有個箭頭來這邊 拾取一下 好這邊拾取完了之後呢 我們去到最後一個 光圈的位置 地圖左下角這邊走過來 然後小地圖右下角 這邊繞過來 然後下面這裡有個木箱子這邊 拾取啊 拉一下 好來和他對話 這邊的話我們選擇礦稿啊 好這邊對完畫之後呢 來這邊放置一下 然後 還是一樣 這裡的話回溯一下就行了 然後就 看他默默的 等他自動放就行了 這邊我們不用動啊 好這邊的話要抓住木猴熊手 我們看一下小地圖上方 地圖右上角 然後這邊有個光線 我們跟著指印 然後呢 爬上來 上來之後呢 知道 然後左轉 左轉 站在這個位置 這裡按下T- 然後按下F 魔線飛行 然後按下F 魔線飛行 然後按下F 然後按下F- 還是一樣的 然後再變成我們就跟貓貓 按一些意見變成貓貓然後往上爬 好你這邊過來之後呢 在這 這裡會有個人 然後你跟著他 他會往 帶你往下跳啊 然後我們這邊跟著他往下跳 然後來繼續 這邊我們繞一繞 這邊我們繞一繞 繞過去 按一下E鍵 然後變身 順便爬上來 這裡的話還是一樣的 按一下T鍵 然後按下F 魔線飛行 然後這邊按下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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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飛過來繼續跟著他走 然後這邊對完畫之後呢 來繼續 繼續往前走 好 那我們可以變成起樑樑的這個貓 可能會快一點 所以的話 記得 這路障也要打了 好 再變身 然後來兌換 好 那這邊的話 這個任務就做完了 接著我們會接到下一階段任務 叫做 正文的尾聲 這裡的話我們把時間撥到兩天後 好這邊的話來到這個任務提示的地點啊 傳過來 會之後呢 下地圖 左下角 這邊點任務最終就行了 好 還是順著這邊進來 來到這個 十四這裡 然後我們把這個發條給他還回去 好那這個任務的話就做完了 我們下級到嘛 就可以了 我們下級到 然後 出發 我們下級到